今天是美式烤肉店长的真实一天 大明子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26岁男性 他现在正要起床 大明子是一家美式烤肉店的经理 他和女友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小户型 花了很多心思装修 你现在点的是午餐吗 对 因为昨天晚上上晚班 所以今天起来会比较晚 那你今天还是晚班吗 对 因为今天跨年夜 跨年夜今天晚上会客人比较多 他要等女友中午回家一起吃饭 我们正好来看看这套新房吧 客厅的设计充满了艺术气息 哇 这个月球吊灯我可太喜欢了 虽然房子比较小但是什么都有 比如这是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 他俩从不喝多 但都很喜欢微醺的感觉 我的天哪 你刚才为什么不在这洗漱 因为这个盆吧 它咋说呢 就是有点滑而不适 使用起来的话 就不容易往外溅水 所以我们都在那边洗漱 看来你在装修这件事情上 没有任何话语权 有什么话语权啊 就是有提建议的话语权 但是听不听鬼他 你认为好看和实用哪个更重要呢 哈喽 他回来了 吃饭了吃饭了 天哪 看着好没有胃口 断练是一件挺辛苦的事情 如果吃的方便不配合的话 就从这边养对不起自己 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 他俩正在商量明天去看父母的时间 吃完饭 大明子走路去家附近的健身房 这是他的私人教练 海哥 海哥会监督大明子的饮食和健身状况 今天的任务是带他练背 后面这个小男生是他在店的同事 因为大明子在这里健身 他们店里有五六个人 都受到他的感染过来健身房 大明子最重可以拉起150公斤 我简直难以想象 健身完 大明子通常和同事骑着共享单车去烤肉店 他在通勤上花的时间少得令人羡慕 同事点了店里的汉堡 作为健身后的家餐 还贴心地给大明子留了半份 一开始你就是店长 从端盘子倒水干起 我觉得你主要是靠脸成为店长 不觉得他骂我 因为我来就是要做店长 所以从那个街上坐你 是因为你每个职位都必须要 做到正好 来这之前做过很多工作 我自己开过民宿 做过汽车船 然后做过投资 就各行这些都做过 你自己也更喜欢哪一份工作 我是觉得服务业最比较适合 服务业在大多数人的医院里 都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 每个行业其实都很辛苦 只是说服务业在大多数人的眼里 可能说并不那么入油 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那么高端 最重要的东西是人情 会真的像在家里去给他们介绍 我们家里什么好吃的东西一样 所以店里很多客人 现在都是很好的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很有适合的 你在学英语啊 对 为什么呢 优秀的人不都应该要求自我进步吗 你够了 好了 开始说人话 对 餐厅里面有一把以上都是外国客人 英语很重要嘛 他要开始学英语了 那我们就去探索一下这家店吧 一进门就有两面墙的奖状 看来这家美式烤肉店非常受欢迎哦 这家店是美式工厂的装修风格 有传统的用餐区 舞台和吧台 洗手间的风格也很统一 就像走进了大工厂 去看看后厨吧 这里是面点房 甜品面包都在这里烘焙 沙拉街 出餐区和腌肉区 啊 我可爱吃这个啦 啊 五花肉 厨师都要戴着帽子和口罩 保证食物的干净 这是吃烤肉的蘸料 一共有六种 我只认识其中两种 番茄酱和芥末蛋黄酱 店里的员工开始为晚上用餐的客人做准备了 他们吃起了工作餐 这个好吃啊 汉堡好吃 花钱的好吃 这个是正常情况下的五点餐 现在五点了 你们晚饭什么时候啊 一般在十点左右 那你们怎么没有过劳肥呢 因为我们爱锻炼呀 健身就是任性 你来干嘛 然后看一下晚班的排班情况 然后核实一下晚餐开档前需要的东西 各位 这种菜市场里面烤十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啊 这是进口亚洲的第一台营萨斯烤箱 这个是要来烤肉的木头啊 现在谁在干嘛 我看见今晚的预定 然后因为有客人在跟我说 晚上要来确认一下能不能鸡啊 顾客开始多起来了 大名字在招待客人的同时 需要随时关注店里所有的情况 还有每个员工的情绪和状态 有没有 有 刚才问啥有啥没有 啥都有 烤鸭子没有 烤鸭子没有 你跟大家说了吗 工作中最开心的是什么 随时而来的客人的肯定会有很有成就感 在餐厅工作的很有意思一点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人生百态 闲的时间就是因为客人喝的比较多 然后一直在店里抽烟 因为员工的劝阻让他比较烦恼 就动手打我们员工 但是我员工没有动没有还手 很多人在工作中都受过委屈 我也不例外 看起来他们都还在坚持 工资都怎么分配 我和女朋友会每个月固定 只存一笔钱 不管是以后小朋友使用 还是说我们自己去旅游 还是应急使用 我们俩花钱最大的头就是 经常两个人一起出去吃饭 因为我们都很爱吃 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的东西 就是我们俩都实际上非常务实 店里的人越来越多 已经开始等位了 服务行业很难的地方 在于要满足每个顾客的需求 你看大名字又去舞台上摘气球了 今天是跨年夜 所以店里请来了助唱乐队 氛围一下活跃了起来 不过大名字完全顾不上欣赏表演 迎接客人 推荐菜品 上餐 调酒 收拾垃圾 他样样都做得很熟练 还有一个手呢 你一个手拖着是什么呀 看起来也有力量 所有的杯子你都洗了 不不 谁忙得过来谁洗 不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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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杯子碎了 滑坡了他的手 他赶紧拿保鲜膜把杯子包起来 以防伤到其他人 屏幕上正在放北京环球影城的人当晚会 很多客人都在激动地拍照 在打电话中 我觉得好配服你嘛 滑坡了 我太累了 你是已经累了是吧 真是累 热 累到还行 腿可能会有一点酸酸的 但是还行吧 我腿都快断了 你跑起来就好 主要是你忙的时候感觉不到累 开始被我带着去健身房门一个顾问 快到12点了 烤肉店在给每位客人派送香槟作为新年礼物 现场的顾客也越来越兴奋了 他现在去给客人也是后来的朋友 送去新年祝福 其实今天他12点就可以下班了 但店里太忙 他根本停不下来 他说他的客人就像他的家人 他得用心招待每个到店的人 一秒钟都没有做下的大名字 反倒担心起我会不会太累 太排啊 太排了 自己玩玩好不好 大名字的女朋友来了 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他们和店里的客人关系可真好 你妈呀 七年代三个愿望 你父母身体健康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可以好好的世界和平 好没有意思啊这个剪掉 这个真的是我永远的三个愿望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还有好多朋友没有打招呼怎么办 他们还会来的 也是啊 你之前抽吗 我之前抽烟 被他给控制的不抽 他不要我抽 抽烟你也拍 对这个 为什么抽烟不能拍 对啊抽烟为什么不能拍 那为什么他不能抽烟呢 你们在讨伐我呢 我本来跟他在一起之前 我已经进过一阵了 然后为了跟他社交 所以当时也抽烟 当时我第一次来这个店的时候 他就问你现在还抽烟吗 然后我心里犹豫了一下 我说抽 然后又跟他出来 他静态的不太随 动态的可能还可以 现在大名字和他女朋友要回家了 这就是烤肉店长的一天 接下来你还想看到哪个职业 想看到哪个人 在评论区或者大幕告诉我吧